哦哦哦哦 我覺得是比較緊繃的 哦哦哦哦 哦好痛好痛好痛 還沒啊 嗨大家好我是艾比 今天出外景了 今天這一集是艾比實驗室 實驗室的內容 會帶大家來跟我一起探險一些 我很好奇的事情 然後藉由影片紀錄來實驗看看 這些是在我自己身上發生的變化 或是感受 到底結果是不是如預期想像的 那今天要來實驗什麼呢 今天這一集想要來帶大家一起實驗看看 如果我們每個禮拜都超級的認真 進行身體保養 到底會不會對身體健康產生好的變化 這裡的身體保養不是那種 擦保養品的那個美容保養哦 這裡的身體保養指的是那種中式的脖筋 為什麼會想實驗這件事 是因為我從大學開始打籃球 然後就一直有在接觸身體治療 包含西式的物理治療 中式的波晶推拿 或是什麼氣節不順 這一系列就是我從大學開始就超級愛研究 跟有去嘗試的一些治療模式 自己也理出適合我自己的方式 比如說如果是運動受傷 那種很急性的 我就會去選西式的物理治療 但如果是那種久坐姿勢不良 比如說我上班太久的午時間 或是髖關節因為以前打籃球受傷之後 久坐就肌肉比較容易緊繃 那個緊繃程度不是我自己 按那個按摩球就可以放鬆 也不是肌膜槍可以解決 就一定要找人壓 他才可以真正放鬆 然後最近剛好收到波晶堂的邀請 他們就問我說有沒有興趣來體驗他們的波晶療程 然後我想說 這一次一個老天爺的暗示 就是我應該要更積極的面對我自己的身體狀況 所以我就直接跟他們預約了一個月 每個禮拜一次的身體保養 然後來看看這一個月下來 我的身體會不會有什麼明顯的感受 那我約三點半 現在已經三點二十四分了 我們就直接進去吧 如果像你平常這樣的話 你會是哪個位置比較不舒服 我的右邊肩膀就是比較難抬起來 看關節有受傷過 九座會很危險 天都會覺得很緊張 就很不舒服 對那也是循環的問題 對 OK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你就可以幫我趴遮好 待有處理的過程中 幫我維持生物犧牲吐氣 不要憋氣 我會處理你有問題的地方 所以感受傷會比較強烈一些 如果你真的痛了受不了的話 一定要明確的跟我反應說 你受不了了 你喜歡比較不好的狀況 我們盡量控制在你能忍受的範圍 身體就像機器一樣 對 你會為你的汽車 機車做上機油保養的動作 時間到你就會上嘛 對 人體也是一樣 時間到後就是需要保養 我的右邊很誇張 你去那個道我不要查一下 哈 這要注意一下 我們刷手機的時候大目之後 我也累積一些老手很酸對不對 很痛 對 這個地方喔 用大小門機 對 對 像一上屯 用這個姿勢 然後手手撐著船 滑手機 給他壓力很大 起來動一動 還沒啊 看剛剛處理的地方會不會悶悶卡卡的 還好齁 會頭暈嗎 你下一次是我們解釋物幫你處理 處理起來都有不同感受 但是我們處理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手法跟技巧 我覺得是比較緊繃的 幫我幫我看 腰的話就是 蠻擔心會使用 就是那種可以是受傷 因為你這個一受傷會很容易 擔心那種明顯的臨界質 我破完第一次了 超累應該看畫面就會知道 就是很痛很累 因為我很久沒有這樣子調理身體 所以真的累積了一陣子 我這次就是先預約一個月 我誠心希望我第四次就沒有這麼崩潰 我剛剛是真的連話都不想講 因為就很痛 今天是第二次撥金 然後我發現我忘記拍Before After給大家 所以就決定今天第二次施作之前 先拍Before 左邊是可以很自然的碰到 但是我的右邊就是到這裡就會卡住 然後要刻意的用力 然後這邊都是緊繃的 然後沒有辦法真的貼到 這就是我右邊蠻爛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就先繼續做第二次的撥金 GO 這個好痛 這邊這顆會比較明顯 會覺得我很大力啊 還有吧 呃 因為我特別覺得你大力但很痛 這是你的問題 對 是我的問題 啊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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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半 噗噳 很痛 我眼角都是泪一串 跟大家分享那个痛 那痛感就是压下去你会觉得有个地方塞住了 但你觉得这部位很痛的时候换到下一个部位 你根本无法比较哪个比较痛 因为都很痛 第二次去的时候那个痛感有减换 但还是觉得有那种实力痛的感觉 就在他拨的档下你会觉得天哪压力很大很紧 然后没有地方可以释放出去 那时候就只觉得好像每次来都那么痛 就是真的会有不痛的那一天吗 真的有像隔壁床那样可以躺着聊天吗 你不要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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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出了 对 结束了 结束了 结束我第二次脖筋了 我就会按到肩膀 髋关节跟脖子真的是很痛 可是脖完出来又会觉得整个身体超级舒服 就很放松 然后没有哪里卡卡的感觉 就觉得很不错 导致我现在每次来的时候就是抱歉之后 觉得很害怕很痛 那又很期待身体就是恢复正常状态的那个舒服感 我刚按完第三次觉得很惊讶 就是有一种快要睡着的感觉 除了一些筋膀那些真的蛮痛的 但是痛感也比以前来得好 不知道第四次会不会真的睡着 蛮期待的耶 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可以有那种 有舒服的感受 今天是第四次要去脖筋 也是最后一次 然后因为我其实刚出国回来 那也是越南的行李都还没收 我来做的指甲 证明我是从越南回来的 然后就有点紧张 因为出国就一直背重物 然后就很怕肩波会很痛 可是我已经比之前好很多 你们看就是 我现在举起来都是非常自由奔放 这边肩膀好很多 然后还有脚都完全没有痛 那我们就赶快出门 然后进行最后一次的脖筋吧 而且你们看 我回来就觉得真的是秋天的耶 我现在穿着超级秋天的 是不是很秋天啊 走吧 我觉得听得比较那个耶 可以缓解的 对啊 可以看说他前面两次是 看不到你们的头来 哦 我觉得第四次是最奇妙的 当我趴在那个床上 然后他就从头啊肩膀脚 这样一路拨的时候 我突然瞬间觉得有那种痛 但是没有再痛到那种 你不能控制自己发出声音 或是你不能控制自己发出声音 想要挣扎 就是只是觉得 哦 有这个痛感耶 然后酸酸紧紧的 但是比以前好很多很多了 喂 你好 哦 这是这三年 就疫情开始的 这三年的 你很崩溃 对 对 各个位置挡到摄影镜没有关系吗 不 可以 我给你开个左边的鞋子 哦 好饿 好痛哦 对 然后右边的一个 各边的聊天 我觉得我也蛮冷静的 然后你就是中间值了 嗯 但我比第一次好超多 我刚听大家声音 我想说我第一次也是这样 第一次就是觉得完了以后都这么痛了 第一次就是觉得完了以后都这么痛了 我现在第四次已经觉得蛮美好的 我现在第四次已经觉得蛮美好的 我觉得最对比的就是 她看过我的第一次 她还笑我说有中我痛吗 你太夸张了 你的腿真打得跟什么一样 然后她第一次是痛到哭 现在想到又想要流眼泪 这样对比下来 我竟然是边播边笑着看她 完全是跟我的第一次状态不同境界的我 你眼中都是泪眼 你哭了 好夸张哦 隔壁厂是我的朋友 然后今天是她第一次来做 她大哭 Toby身体痛一点 然后我这样四次结束之后 就是真的感觉到 那个痛感往下降 然后身体的稳定度是维持 越来越平衡的状态 然后也有问治疗师说 那之后是不是可以把时间拉长 他就说他会建议你的做法是 如果你真的是太久没有进行 这一块身体保养 你一开始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但你调整好 你自己觉得身体稳定度够了 你就可以慢慢的把时间拉长 可能两个礼拜来一次 三个礼拜来一次 然后到一个月来一次都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完全看你的身体状况 所以我自己之后应该也会一个月去一次 就是维持那个身体筋的弹性 然后让身体保持稳定状态 那以上就是爱比实验室的实验结果 稳定的去拨筋真的是有感的身体保养 就分享给大家 那最后也不免俗的提醒大家 除了这些身体治疗之外 真的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运动 去练习正确的肌肉法力 或是去练起你的肌力 我觉得这才是对身体健康最好的平衡吧 就你要保持身体保养的去休息 但你也要同时去运动 然后去练习你足够的肌力 然后去应付你身体的日常动作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 那这就是今天的爱比实验室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系列 亲自实验的过程跟结果 不知道下一集会实验什么 那这集就到这啰 下次再见 拜拜